六德记一章十一节 男儿女说 我女儿们啊 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啊 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 不能再有丈夫 急或说 我还有指望 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身手攻击我 好 我们跟着一个人 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 我们跟着人 就是这回带 我们估计 跟着他有前途嘛 跟着他有保障 跟着他是不错的 我们再次想 男儿女有什么东西给别人 穷的要死 自己穷寡妇 什么都没有 跟着他没有指望 男儿女一定要他们离开 所以男儿女再提醒他们 我想这里男儿女没有讲 可是我替他两个媳妇讲 就是 我们跟着你 不是你会给我们什么钱 什么东西 就是跟你在一起 很好嘛 各位我想这我们也都是这样 我们喜欢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我们喜欢在一个地区生活 包括台湾现在很受欢迎 就是这里的人很好嘛 一个地方很吵很乱很闹 但是人很好很合气 我们还是很喜欢的 跟你在一起很好 所以我们喜欢跟你在一起 但是拿尔米要提醒他们 甚至拿尔米等于再说一句话 不要因为我很好 就要跟我 因为女人的幸福 不在乎有一个好婆婆 女人的幸福 在乎有一个好丈夫 拿尔米也没有讲一句话 这也是我分析的 跟着我们 你们不容易 跟着我 你们不容易有好丈夫 因为 你们现在年轻 还有男人会追你们 追你们 论到取驾的时候一看 哇 后面还有一个老太婆要养 一个老拖幽病 我在会妨碍人家男孩子来追你们 这个拿尔米没有讲出来 但是 他劝他们 我想这样劝也很对 因为 他不要直接讲 要不然的话 就是人家不来追都被 他就等于是 好像贤拿尔米一样 那 是不是还有可能 跟着我 你们会有丈夫呢 而有 你在路德记就这样讲 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风俗 就是胸中弟子 哥哥死了 没有后代 那么弟弟要娶 嫂嫂为妻 这里都没有什么淫乱 也没有什么混乱的事 重要就是要帮哥哥生一个孩子 留后 那么 我现在已经这么老了 我怎么能够再帮你们生孩子呢 第一个 不会有人看上我 我不会有丈夫的 即或我还有丈夫 还有指望 要帮你们生一个孩子 拿尔米没有讲过算算 要有好几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 有人会看上我这个老太婆 第二个神迹 他今天就要跟我结婚 第三个神迹 我今天就能怀孕 第四个神迹 我能怀男孩子 第五个神迹 两个男孩子都是 要怀双胞胎的男孩子 因为有两个媳妇 第六个神迹 这两个孩子 长大了 愿意娶你们 你们愿意嫁上来 六大神迹 加起来 不可能嘛 媳妇 我怎么可能给你们小孩 我们再说 前面讲过的 男孩子喜欢你们 一看到后面 还有一个老太太要养 就可能 不追你们了 然后我也不可能 再生孩子了 你们能等着他们长大吗 然后你们岂能等着 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觉得这也是 拿尔米很客气的地方 是我就会讲 到时候你们已经那么老了 他们还会娶你们 他在这里 不讲这个 就说你们怎么能不嫁别人呢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愁苦 这就是好心了 媳妇的婚姻 媳妇的幸福 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干嘛为别人的幸福 这么愁苦呢 各位 我自己对我太太很佩服 就是他为别人的幸福 会愁苦 就是很关心别人 很主动积极 我就缺少这样的爱心 我觉得拿尔米就是这样的爱心 我为你们的缘故 甚是愁苦 可能这句话也表示 拿尔米常常在想 怎么样能够让媳妇可以结婚 怎么样让他们更能够幸福 但是没办法 这个巧妇难为五米吹啊 我自己 我们再一次说 拿尔米什么都没有 各位 你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我们到最后快要死的时候 一定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带不走 我要讲的是 你要有上帝 你就什么都有 那么拿尔米有上帝 所以他有爱 虽然是可怜的寡妇 但是他让另外两个可怜的寡妇 愿意跟他在一起 然后拿尔米说了一句话 也很重要 因为耶和华身手攻击 以色列人的神学都很好 任何的事都注意耶和华 好事坏事 神什么事都在管理 他没有说魔鬼攻击我 他没有说邪灵攻击我 他没有说这是什么咒诅 不管那些事有没有 魔鬼是有的 但是在这件事上 魔鬼有没有做什么事 我们不晓得 你说耶和华攻击总是对的 意思不是要怪罪耶和华 意思是要认识 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 不在神的掌管中 而信主的人 没有一件事 不会觉得这是意外 我们不会说这是意外 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这是个魔鬼 我们非常确定 不管这件事是谁在那里主导 最后是上帝 而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但是我不一定能够享受 他就直接讲 我们上上有问 他为什么死了上夫 为什么死了两个儿子 不知道 他也没有讲 因为我得罪神了 他没有讲 因为实际上 你没有犯的罪 你不必认 他可能没有得罪神 起码没有得罪神到 神要取他老公的命 取他两个儿子的命 起码没有 所以他没有说我得罪神 他就说耶和华身手攻击我 耶和华为什么身手攻击 不知道 但是我是很愁苦 我没办法躲避这个事 也让你们很辛苦 这一段话呢 是让两个媳妇想得也很伤心 两个儿父又放声而哭 想了 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我们跟你在一起 我的推测就是 媳妇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好 理由就是 你是一个体贴的婆婆 你会替我们想 各位这真是 这真是有主的生命的人才是这样 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天天就想到我们自己 随时都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是第一重要的 别人都不重要 就是我们有主的爱的时候 因为我们想到主的爱 我们也会想到别人 而且是正面积极 尔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 这是第二次出现亲嘴 第一次是第九节 拿尔米跟他们亲嘴 就是拿尔米要跟他们分开 这一次是尔尔巴亲嘴 就是尔尔巴听进去了 好 我决心要走了 各位尔尔巴不是坏人 他愿意跟着婆婆 他跟婆婆也有感情 然后也是婆婆的意思要她走 所以她走并不是坏事 只是她走 好像就不像路德一样 得到了上好的福分 我们也不必咒诅她 哇 这个女人回去以后 也没结婚啊 然后怎么样 不过我们也希望她结婚得很好 但是如果我们再属灵一点 把这个再灵异推一下 她得到了世上的福分 她可能得到了 她可能结婚了 她可能不需要再奉养一个老太太 但她没有得到永恒的福分 起碗没有路德的福分 十四节最后一句话 我也是很稀奇 如果我的作人能够这样就好了 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我倒不是说我要像路德 我觉得如果我是拿尔米 我会很满意了 居然有人舍不得我 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就是很好嘛 她觉得她很好 一个越愿意服侍的人 越有主的爱的人 越有主恩惠慈爱的人 人家越舍不得你 嫂嫂已经走了 十五节 拿尔米应该是指着嫂嫂的背影讲 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 和她的神那里去了 这个很重要 去一个地方 最重要的不是去那里做生意 不是去那里结婚 不是去那里做别的 是去那里敬拜那里的神 我们今天不大有这个观念 你去泰国不一定是去拜四面佛 也许就是吃泰式点心 你去泰国也许去看风景 这是你主要的目的 也许去那里是做生意 但是在以前的人 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你一定是去那里的神那边 我们也当然要认识一件事 你去泰国 你去佛光山 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都是上帝的地方 基督要记得 即使那里是庙占据 那是上帝的地方 虽然人在做得罪神的地方 做得罪神的事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求主 我们都应该有个心 我们是在敬拜上帝 你说 我的老板那么坏 我去上班哪里是敬拜上帝 是去跟魔鬼打仗的 我的顾客那么坏 哪里是去享受上帝的 是跟魔鬼作战 这我都知道 但是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个 有这样一个认识 这样认识希望让我们的生活 更积极 你上班是去亲近主 你下班也是亲近主 所以你上班不是逃避 你在家里 你下班也不是逃避 你在公司里 有人刚好相反 实在不想去上班 想到家里的老婆 还是去比较好 有人实在不想回家 你想到公司里 这么多讨厌的人士 还是回家吧 就是我们做事 常常都是在 躲避现实的困难 的确现实有困难 的确也不是不能改变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让我们更积极的 对神有认识 我们就能够 我靠拿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包括离开 也包括留在这里 总是都积极的 求主帮主 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拿尔米就再劝他 你也跟着你老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藏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伐于我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媳妇会讲这种话 我说 我说各位 你婆婆到你家里来住一个礼拜 你婆婆要走了 你们处得再好 你会抱住她哭 婆婆不要走 有这种事吗 我是不太相信的 更难以相信的是 婆婆我要跟你回家了 我不要这个家 我要跟你回去 这实在不太可能 但是我再一次说 以这个世界缺少爱 而当一个人活出爱的时候 这个人会叫别人舍不得 求主帮助 我是看到好多榜样 都希望立志能跟随的 如果能这样 真是很棒 但是那需要舍己 需要不自私 需要上帝的爱 我说了 我们希望我们不自私 不任性 你看路德 你以为不自私 不任性 做神的仆人 神的使女 就是很弱吗 就是像日本女人一样 什么都是杀必死很好的 然后没有自己的意见 没有一个基督徒 非常刚强 只是刚强 他的刚强 是择善固执 是从善会如流 择善会固执 他的坚强 他的顽固 不是自私 不是自私 是持守真理 路德 在他身上 在路德纪里 所表现出来的 从一个角度来讲 一个是悖逆 一个是自主 悖逆就是 他对婆婆讲的第一句话是 不要 你看 不要 但这是一个好的 当然贝尼是我夸大的词 就是 他不是要听婆婆的话 他是不要听婆婆的话 不要催我 不要让我不跟随你 路德讲的 这个话 其实跟每一个 跟随主人差不多 你知道 拿尔米所讲的 我自己就想到 耶稣对那个迦南夫人讲 迦南夫人要来跟随耶稣 有求于耶稣 耶稣不理他 他跪下来求耶稣 耶稣说你是狗 耶稣说你是狗 迦南夫人说 对 主啊 不错 我只要吃一点狗 能吃到的东西就好 各位 这都是了不起的信心 这也是了不起的恩典 对人我们很难这样做 但是我们对神一定要如此 有的时候你真不懂 神为什么让我们碰到 这样那样的事 有的时候 我们真是觉得神的路很难走 但是愿圣灵帮助我们 因为神的美善 我们就有一种 世人看来愚蠢 我们觉得是最正确的 我就跟主跟定 你要赶我走 我都不走 各位今天是 牧师求你来 你不肯来 在一个跟随主的人是 你赶我走 我都不走 理由是什么 理由真的 耶稣也讲过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随神 我们看到你里面有最好的东西 事实上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 一直到今天像我信了这么久 我知道主有多好 也许不一定一开始就知道 也许后来慢慢知道 又慢慢觉得跟随主也很累 很辛苦 但是那个真的有神生命的人 他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 他被主紧紧的抓住 以至于他会紧紧的抓住主 我希望我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再一次说 各位 拉米有什么路德一定要跟着他 有钱吗 就有什么东西让他跟着他 我只能说 你有爱 你的上帝让你有爱 我就要跟着你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就拿到你的见证 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 用我们讲的话 真是跟辟虫 但是主多么喜悦 我们这样的跟从 甚至连死都还 这听起来很肉麻 你在哪里死 我也在哪里死 这段话其实是夫妻的誓言 西方的那个夫妻婚礼的时候誓言 那么这里比那个誓言还要更强烈一点 一般在讲西方包括教会里的婚礼都是说健康的时候疾病的时候富裕的时候贫穷的时候都不分开 但是有一句话 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 路德说死都不能分开 要跟你合葬 这太梁三伯朱银台了 然后他说愿烟化重重的罚 我不知道别的理由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我还是说人间不一定有这样的婆婆 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对上帝是这样的 绝对知道神的美好 然后米坚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劝他了 这句话也希望我们变成我们每个人 我们定义要跟随耶稣 所以耶稣叫我们是狗 我们也说 是的 不错 这狗跟地里甩都甩不掉 太有福了 十九节于是二人同行 来到伯利恒 他们到了伯利恒 合成的人就都惊讶 妇女们说这是南尔米吗 南尔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南尔米 要叫我马拉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地出去 耶稣使我空空地回来 耶稣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即使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南尔米呢 从这一句话里面 你可以看到 也是推测 南尔米原来很有地位 或者他的先生 尔米利 尔米勒 原来很有地位 要不然各位 我到美国去 然后很落魄地回台湾 台北市 不要说台北市 大安区 我住在大安区 不要说大安区了 龙原里 我住在龙原里 不要说龙原里 第四林 我住在第四林 不要说第四林了 我们那层楼的人 看到我回来 会不会 哇 他怎么这么落魄地回来 我看百分之九十人 根本不认识我 什么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有的人 不认识我 我再风光地回来 我再贫穷地回来 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 可是拿尔米回来 合成的人都惊讶 一个没有什么出色的老太太回来了 大家都惊讶 惊讶什么呢 妇女们说 这是拿尔米吗 好 这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也许她不是那么有钱 或者她老公不是那么有钱 但是有一点 就是她原来给人的一个印象 她是甜姐儿 拿尔米是甜的意思 这就是那有名的甜姐儿啊 哎呀 十年前 她以所到之处都有甜味香味著名 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能够得巴金森以后 现在还算好了 在教会 不是走路比较没力气 有一个小朋友说 康爷爷 你怎么这么老了 哎哟 以前我是少年人不老的 东方不老 这么老的 就你本来很甜的 我们不知道是甜的笑容 还是甜的脸色 总之拿尔米给人的印象 是甜蜜 我觉得这也是她认识上帝 以至于她的媳妇会要跟随她 我们喜欢跟着一个人很甜 我们自己也甜 你是甜姐儿吗 拿尔米说 不要再叫我拿尔米 不要再叫我甜姐儿了 要叫我苦瓜脸 叫我马拉 我很苦啊 对 其实你们 你们讲的没错 我是那种拿尔米 但现在已经不像 她的重点 这段话的重点 仍然是 我们不会讲的 如果拿尔米有好见证 而拿尔米是有好见证 我们通常会说 拿尔米一定处处赞美主 不离口 荣耀归给主 不离口 拿尔米是处处说 耶和华使我受苦 全能者使我受苦 他没有抱怨上帝 但是他的确说 神使我受苦 我提醒各位 我们基督徒要信靠主 要赞美主 要跟随主 要感谢主 但是不必说谎 不必做假见证 甚至我们基督徒 一切见证 盼望都是诚实的 我现在诚实的 能够说一句话就是 我受苦了 这每个人都知道 我诚实的再说一句话就是 全能者使我受苦 就是我觉得 这个我还是认为 也是一个见证 我在传扬神 我不仅传扬这位神 祂让我 祢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丰收五谷 心久能 我们会说这句话 这句话是诗人 诗别人的话 祢使我快乐 耶和华使你使我满足 耶和华使你使我平安 这都是真的 我们也应该常常这样说 但是我们不一定常常这样说 可是我们也要有个肯定 你也使我受苦 就是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 表达一件事 每件事都是神做成的 南尔米并没有问我为什么要受苦 耶和华为什么让我受苦 他没有问 但是他表达一件事 前面跟媳妇讲也是一样 我没办法 这是我改变不了的事 耶和华使我受苦 我没办法改变 耶和华使我没有儿子 我没有办法改变 耶和华使我这么贫穷 我没有办法改变 我没有抱怨这个事 但是是神做这个事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见证 对不起 可能这让你们吃惊 我的意思就是再一次 我们在传扬神 传扬全辈的福音 我们并不是在隐藏一些事实 我们并不是在 今天跟庆和弟兄谈 他说我们还是喜欢 他是卖实体的 他说电视上 网络上的广告的照片 跟实体常常不一样 各位 我们所传的神 是圣经的神 也是我们经历的神 是广告词上面讲的 也是实际的 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确传扬 我们跟随主 有永生 有永远的福气 但是我们也一定有十字架要飞 所以这里 我觉得奈阿米讲得很好 甚至我也不觉得 他是抱怨 他现在真是很苦 而且是全能者 是耶和华 使我受这么多的苦 当然他也不是满满的出去 他出去的时候已经很穷了 但是满满的就是 起码还有个老公 还有儿子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这也感谢主 各位 圣经里面 圣经外面 人的历史里 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除了耶稣 他是完全的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他这句话就讲错了 耶和华还让你 带着一个媳妇回来 那就让你非常美好 耶和华降祸于你 没有错 全能者 使你受苦也没有错 你没有抱怨上帝 感谢主 但是其实他还是天洁 他在回以色列的时候 他对两个媳妇的体恤 还是天洁 好 反正他们回来了 22节 拿尔米和他儿妇 摩押女子路德 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是动手 割大脉的时候 割大脉 就是穷人 特别是寡妇 谋生的时候了 因为以色列有这样的传统 各位寡妇是很可怜的 在以色列 你不要用今天的观念 来想寡妇 今天观念寡妇 尤其是好莱坞的寡妇 那都是越寡越有钱 每离开丈夫一次 钱就又多了好多 很幸福的 叫人羡慕的 那个时候寡妇可是 真是可怜 寡妇可能还可以 有一点点的盼望 就是如果 他的儿子 成器孝顺的话 可是他也没有儿子 那他们怎么谋生呢 我不知道 不过起码圣经提供 就是他们平常怎么谋生 这里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讲下去的时候 甚至讲下去的时候 都会提到 但这里就是 圣经提到 寡妇就是乞丐 没有谋生的能力 也没有生计的来源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就是在收割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拿一些东西 他们可以去减零碎 我真的觉得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我这次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觉得 这路德好像迦南富人 吃主人桌下掉下来的零碎 因为穷人去食睡 就是食 收割剩下来的一些东西 神有规定 以色列人 收割的时候 不可以割净 过了 就不要再回头割 采葡萄也是一样 水果也是一样 总要有一些漏网子东西 给乞丐 给寡妇 他们去拾取 收割大麦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寡妇 可以为生的时候 第二章第一节 南阿米的丈夫 以利米勒的亲族中 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 是个大财主 注意啊 以利米勒的亲族中 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 这跟以利米勒不一定有关系 这跟南阿米也不一定有关系 可能是一个远亲 我们后来知道不是远亲 但是调诡的 也是他也不是致敬的 所以这个人是大财主 没有什么 就跟各位你知道 我家就住在地宝的隔壁 这隔壁两个字 就跟住在地宝不一样 差太多太多了 他是大财主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是亲属也跟你没关系 他不会认你的 第二章第一节 看起来纯粹是一句多余的话 可以把它删掉 就是第一章二十二节 他们回来的时候 动手搁大麦的时候 然后第二章就应该第二节讲下去 摩亚女子路德对南阿米说 容我往田间去 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 拾取麦穗 南阿米说 女儿啊你只管去 就这样讲就好了嘛 因为波阿斯跟他们没关系 再有钱也没关系 不需要提 但第二章第一节 他就先提了这句话 上下都不接 哦 一直到第三节 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提 因为路德去了 来到田间 在收割的人身后失去麦穗 他来到哪里 恰巧 路德基有两次的恰巧 一次是这里 另外一次是第四章 第一节 那个恰巧波阿斯所说的 那个人经过 你看圣经 你会发现 这两次的恰巧 正好都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安排 让路德来到 各位这应该卖关子 不过你们都知道 路德来到他将来丈夫的门 他恰巧来到 大财主 怎么会变成他丈夫 哦那就很妙了 透露一句 香艳 刺激 肉感 紧张 各位我们今天讲的 是成人电影 我一点都不骗你 我一点都不骗你 一个女人跑到一个男人的床上 半夜三更 做了什么事 等一下再讲 那么好 容我往田间去 路德来到哪里 我蒙谁的恩 就在谁 我蒙谁的恩 这句话 你在新约旧 都看到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蒙恩的意思就是 其实我们今天不这样讲 就是我们就说 谁对我好 就是蒙恩 蒙谁的恩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对我好 蒙恩就是对我好 谁对我好 我就在谁身后 拾取脉税 但这句话是多余的 因为路德不会知道 谁会对他好 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 他来到这里 拾取脉税 固然这是耶和华的规定 但是他没有规定 每个人收割的时候 要留下多少给穷人 没有 只有说 你不要搁得太仔细 那么苛刻一点的 主人就会对收割的人说 搁不要漏搁 要尽量小心 不要漏搁 因为烟化不准我们回去再搁的 凡是走过了 没有搁到的 就要给穷人了 你不要漏搁 尽量不要漏搁 也有人可能很大方 多留一点 就是 主人和收割的工人 对于要留多少 圣经没有规定 我们只能说 那很大方的人 会多留一点 你谁知道谁比较大方 谁比较不大方 乞丐可能有他们的地盘 在这个地方会碰到大善人比较多 路德并不知道 那么 路德很客气 我蒙谁的恩就在谁身后 失去脉税 就这虽然可能是一个流行的话 但是还是一个很仁慈的话 蒙谁的恩 谁对我好 我就去 这些话都不是现在的人在讲的 我觉得现在台湾有一个不好的风气 可能全世界都是一样 大家每个人都有一种很凶的口气 好像随时都要跟人家吵架 你是谁我怕你 动不动就是这个抗议 那个上街 我也不是说这些都不可以 但是人就变成一种不客气 不厚道 好像什么事都是我该得的 路德说 我不该得 虽然这是上帝给的一个命令 但是其实这是上帝给有钱人的命令 上帝并没有说穷人可以去 大胆地直接地去抢这些有钱的人 穷人有钱人的问题 我们不去多谈 穷人也是值得同情 但是穷人也不可以穷凶恶极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路德说容我去 然后你说女儿你此款去 现代的社会不会这样 现代社会 路德会跟男儿女讲 婆婆 你已经老了 死会了 没有机会了 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 讨一点零税 你去拾举卖税 我还年轻 打扮打扮 说不定还有人看上我 你不要那么自私啊 我去约会 你去拾卖税 婆婆会对媳妇说 媳妇你们年轻人怎么都这么懒惰 我身体不好 你去拾卖税 我在家里休息休息 每个人都会说你去 我要休息 我要休息 每个人都会 你们家是不是这样 你去倒垃圾 你去洗碗 你去做什么 我们都想到别人要做什么 我们自己的辛苦 我们最强调 别人的辛苦我们都没看到 路德是说 我应该很少在我家看到我太太在洗碗 老婆求你让我洗碗 你看这种老冬就有福了 路德是主动去 那阿米说 你只管去 于是他恰巧来到尼利米论 本族的人 波阿斯那块田里 下面其实也算是一个桥 虽然圣经没有用这个字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这也表达出 就是在路德记里 常常是讲话表达出来 表达出波阿斯对人很好 路德记没有坏人 都是好人 只是有人没有那么好而已 波阿斯是好人 他看到人在收割 不是像老板看到员工 通常老板看到员工 都觉得员工是懒鬼 那个人怎么做事那么慢 给我打两边 没有 他看到是祝福他的员工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祝福的话 愿我们对人 包括你的上班下班 对人看到人 都有一种祝福的态度 我是觉得一般人 从起床开始到睡觉 起床有起床器 睡觉有睡觉器 上班有上班器 下班有下班器 坐捷运有捷运器 就好像很多人都是 臭脸淫人 所以我很喜欢来这里 这边都是笑脸淫人 都是田姐 还有田姐 田哥 感谢主 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上面一看也是 这里也是 这个家里两个女人是 让我去吧 让我去吧 没有说 你去你去 普派斯看到仆人是 愿神赐福 没有说 不要懒惰 仆人看到普派斯说 愿耶和华赐福你 我们现在社会 老板看到员工都像看到蓝鬼 员工看到老板都像看到吸血鬼 所以鬼打架了 都说祝福 这一对一打好像唱情歌一样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的收割的仆人回答说 那是那磨牙女子 跟随拿尔米从磨牙地回来 他说 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 拾取 打本剩下的脉税 他从早到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 藏在这儿 好 各位这又有点争议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最对 波阿斯问监管的仆人 那是谁家的女子 各位应该是不少人在那儿拾取卖穗 就是前面有人割完 割完的后面就有人在那儿拾取 这一群人呢 不应该都是寡妇 但可能很多是寡妇 应该也有其他的穷人 但是主要是寡妇 这种寡妇是谁 主人干嘛注意 但是波阿斯说 那个是谁家的女人 不应该把他解释成 路德非常的漂亮 是一个辣妹 应该不是 因为各位你们看过 没种过田也在路上也经过 看过 种田还有收割这些 没有什么穿着的很性感 应该都是把自己包得很紧的 因为那些稻草啊 这些东西都是很妨碍 甚至脸都看不到 可能都蒙起来的 为什么波阿斯会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不知道是不是路德的某种动作 是不是他非常的勤快 还是怎么样让人注意到 各位很遗憾 路德应该不是很漂亮 圣经里很多属灵的女子 都是很漂亮的 就跟你们教会一样 但是很多 所有的对不起 那么路德不知道是不是 大概不是 我觉得只有他的勤快 那个人就是 回答的人就说 是摩押的名字 没有名字 因为他可能没有什么名字 大家也不注意 但是有身份 那个摩押人 照以色列一般讲法是轻看的讲法 但是在这里 路德已经变成一个名人了 因为他对婆婆非常孝顺 是那摩押女子 你看一看 从前面 路德回来了以后 就包括第一章的十四节 路德舍不得拿尔米 十六节 路德说不要催我 十八节 拿尔米间路德 都是路德很简单 一回到以色列 马上就加了几个字 一章二十二节 拿尔米和他儿父 摩押女子路德 就是照前面讲 就是拿尔米和路德回来 就好了 我们大家也懂 你再要加一个 拿尔米和他儿父回来 我们也懂 他都不愿意习在家 摩押女子 因为这个时候 祖客意味了 他们来到以色列的地方 摩押人是一个外邦人 是不被看得起 甚至是被歧视 甚至是污秽的 摩押女子 第二章第二节 也是摩押女子 那么 然后在谈到他的时候 也是 是那摩押女子 就是路德的身份很突出 如果照整个圣经来看 应该是以色列很看不起她 但是就是路德有爱 我们也很感谢主 从摩押地来 那这个监管的仆人 好像也对他印象深刻 路德很坚持 第七节 他说 请你容我跟着 其实路德讲的话 都是这种很 很强烈的 应该我不知道 是不是都算是命令句 在第一章第十六节 不要催我 那么第二章第二节 容我去 让我去 或者讲的再直接一点 我要去 请你让我去 那他对仆人讲的也是 请你容我跟着 收割的人 就是不是一问句 我可不可以在你们家收卖税 没有 我要在你家收卖税 路德很坚持 各位基督徒不任性 但是我们是坚定 我们对美善的事 希望都是坚定 然后他早晨 从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里坐一会 藏在这里 那么显然他在田地里 他的表现很突出 大家都注意他 好 普拉斯就去跟他讲话了 跟所有的拾取卖税的人 这么有钱的大主人 应该都不会去跟他讲话 普拉斯跟他讲话了 这是将来的夫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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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